我们村有个104岁的老人 因为受不了村里人的闲言闲语 选择在一个夜里用腰带把自己勒死在床上 今天要说的这个老人 堪称我们村子的一个奇葩 因为他活的时间太久了 先给大家简单介绍一下这个长寿老人 他是一个普普通通的农民 亦生养了两个儿子 而自长大成人以后 老人的年纪也大了 地里的活也干不动了 而两个儿子也很懂事 体谅父亲的不容易 因此就直接让他在家安心养老 从那以后 老人每天就待在家里帮两个儿子做做饭 收拾收拾家里 日子过得倒也乐呵呵的 本来在我们农村 一个人活到这么大的年纪 按理来说应该是三天两头的往医院里跑 因为年轻时候吃的苦太多了 导致身体被透支了 可这个老人的身体 偏偏就是超过了大家的想象 因为他的身体实在是太好了 甚至很多的年轻人都无法跟他相比较 在村子里他是很多人羡慕的对象 因为他身体好又长寿 而且子女对他还特别的孝顺 因此在他九十多岁的时候 村里有人大胆地猜测 说他有可能会成为我们村最长寿的老人 然而让大家大跌眼镜的事情 就在老人一百零四岁那年发生了 百岁老人放眼全国都没有多少个 一百零四岁那更是少之又少 可是就是这样的一个高寿老人 竟然选择在一个夜里用随身的裤腰带 结束了自己的生命 事情发生的时候 很多人都感到难以置信 直到后来 大家才明白了他这样做的原因 这个事情还得从老人的大儿子和小孙子说起 老人的大儿子也是一个农民 平时在村子里带人随和 跟谁都笑呵呵的 人缘很是不错 在老人过完一百岁的大寿之后 刚好是春耕的季节 有一天他到城里去买种子 早上在家和几个朋友吃过饭 然后坐着客车就进了城 然而让人感到难以置信的事情发生了 到了中午十二点多的时候 有人给老人的家里打来电话 说是这个大儿子在街上死了 现在在医院里 让他们赶紧到医院 老人的家人刚开始的时候 还以为是骗子 所以没说几句话就把电话给挂了 心里还想着 现在的骗子真的是一点骗人的技术都没有 刚才还好好的人 现在说他死了 可能吗 这骗人的方法也太低级了吧 可是电话刚挂断 紧接着又响了 对方一个劲地在那里说 并在三保证自己不是骗子 老人的家人听到这样的话 再加上打大儿子的电话确实打不通 于是半信半疑地到了医院里 在医院里 他们见到了死去的大儿子 那一刻 他们无论如何也想不到 好好的人 为什么会说没就没了 不过 尽管很不相信 但是毕竟人就在眼前 哪怕再悲伤 再痛苦 也得接受这残酷的事实 大儿子离世以后 老人白发人送黑发人 痛苦地连话都不愿意说 整天一个人默默地坐在那里 一坐就是一天 家人害怕他这么大的年纪一气之下 跟着大儿子救去了 于是只能经常安慰他 让他想开一些 同时对他也是加倍的好 就这样过了大半年 老人终于从晚年丧子的痛苦中 走了出来 然而紧跟着 家里再次发生了一件大事 老人的孙子也出意外了 老人的孙子是工地上的一个小工 二三十岁 停时在村里的人员也是很好 有一天 他在高空作业的时候 脚底下滑了一下 从五米多高的地方摔了下来 脑袋上摔出了一个很大的口子 当场就失去了意识 在医院里 医生表示 因为伤得太严重了 能不能活下来都是个问题 而即便是活下来 他也很可能会变成植物人 家人听到这样的话 气得肝肠寸断 这么年轻的一个小伙子 发生这样的意外 真的是太可怜 也太难让人接受了 后来 在医院里昏迷了五天 人终于醒了过来 比较幸运的是 他并没有像医生说的那样 变成植物人 只不过在大腿之下的位置 没有知觉 后来 在医院里待了两个多月 回到了家里 虽然受伤的地方 已经恢复得差不多了 但是大腿之下 却没有知觉 只能靠轮椅 一开始的时候 老人的家人还觉得 也许只是暂时的没有知觉 说不定以后 慢慢的自己 就又能站起来了 后来过了一年多 老人的小孙子 尽管很努力地做康复训练 也无数次尝试着 想要站起来 可是一次两次 他都失败了 他彻底成为了一个 连生活都不能自理的年轻人 看着年纪轻轻的孙子 成了这般模样 刚从失去儿子的痛苦中 走出来的老人 再次陷入痛苦 他整天话也不说 也不再到外面走动 而是整天坐在家里 默默地发呆 后来 村里有些大嘴巴的人 开始议论 老人年纪太大 把儿子和福分给夺走了 一个村子就那么大 这些闲言碎语 很快就传到了 老人的耳朵里 老人的心里开始信了 这些有些迷信的话 在他104岁的一个夜里 老人用裤腰带 把自己勒死在了床上 刚开始的时候 很多人不理解 他为什么要这么做 但是仔细想了一下 才发现 在老人百岁之后的几年里 老人承受了怎样的痛苦 回到正题 父母活太久 儿女会短命是不是真理 要我说 这纯粹就是迷信的说法 长寿是老天 对这个生命的恩词 但是对于大多数老人而言 人年纪大了 身体既能一天不如一天 无论是听觉还是视觉 都会越来越差 大部分老年人 到了一定岁数都可能会老年痴呆 生活能自理时 还能自己照顾自己 要是生活不能自理了 老话说的好久病床前无孝子 谁照顾久了都会有怨言 也许长寿老人的生活 没有想象中的那么好 原因如下 一老伴和子女去世 人年纪大了 夫妻二人总有一个先离开 剩下一个人孤孤单单 就像我们村的这个老人一样 他的老伴七十多岁的时候就走了 他一个人孤独地活了三十来年 身边连个说话的人都没有 如果说老伴去世对长寿老人来说是打击 那么子女的去世对长寿老人来说就是毁灭性的打击 他一个人面对老伴和子女相续去世 这不由地让我想起了杨将先生写的我们撒 女儿和丈夫都去世了 九十多岁高龄的他 一个人经常在睡梦中见到他们 他一个人想念他们撒 那种孤独 那种痛苦 让人不禁感叹 这个世界上最难的不是死亡 而是痛苦地活着 二 疾病困扰 人年纪大了 生病就是常事 有的老年人身体不好 常年都需要吃药 一些疾病的困扰 让老年人苦不堪言 老年人生病了 需要子女照顾 住院的老人 需要子女陪护 老年人心疼前 身体不舒服时都会忍 子女陪伴又担心耽误子女的工作 老人的心疼和自责感 让老人生活的忧心忡忡 三 生活不能自理 长寿的老年人如果生活还能自理 对于他们来说就是幸运的 但是对于大多数高龄老人而言 他们有的生活不能自理 需要别人照顾 有一些老人常年卧床甚至瘫痪 久病床前无孝子 如果老年人长时间瘫痪在床 即使在孝顺的子女也会有怨言 甚至老人们也会感觉到愧疚 最后总结 因此 在我看来老人活得太久没有绝对的好 也没有绝对的坏 具体的根据自己的身体情况来看 身体好 子女孝顺 一家人在一起过得幸福 那当然活得越久越好 反之 如果身体不好 子女不孝顺 自己还不能自理生活 那这种情况下 活得就自然就痛苦多一些 至于说活得久会影响儿女的福分 甚至导致儿女短命 我认为这是迷信的说法 如果这种说法是真的 那么天底下哪里还有人想高兽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